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立位纪讲义第十四讲 祭司圣洁的条例 那么在二十一章一到第九节 祭司在丧事或者是婚礼上面的禁礼 祭司应该避免与死人接触 因为死亡乃是罪的刑罚 与他接触就会被玷污了 唯一的例外是骨肉之亲 那么第二节说 然而妻子却没有在这里提到 这可能是因为妻子的地位特殊 她已经与丈夫同委一提 因此不需要再提出 不过有子在身的大祭司 连父母之伤也不可以像一般的人 一般的这样的去参与的 那不可以使头光秃 踢除胡须的周围 还有用刀化身 那么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里 已经提到过了 这些都是异教的商礼仪式 含有取悦死人和所败偶像之一 那么这种损集身体的完美 或者破坏圣洁形象的举止 都在严禁之力 同时也要防止异教封属 渗入神子民的信仰当中的 祭司结婚的条例 不可以跟曾经是妓女的女子来结婚 这个妓女或者意思是 她是被污秽的女人 此外 她也没有权 与曾经离婚的妇人结婚 理由可能就是 在离婚的诉讼当中 因为不贞结 是丈夫所持 要跟她离婚的主要的理由 祭司侍奉神 归神为圣 不可以娶被污秽的女人 或者妓女为妻 神对他们的婚姻 要求也就是 他们就比一般的人 都还要来得高的 因为他们世世代代 为了祭司 婚姻必须绝对的圆满 也没有瞎事 迦南敬拜偶像的 这种淫乱的行为 绝对不可以在与神 立约的社会当中出现 以免来羞辱神的名 迦南人的妙计 在圣约群体的生活当中 是没有任何容身之处的 因为这一般的行为 会陷渡神圣节之名 因着祭司们 他们代表全体会众 来献上这些圣节的祭物 所以在这些高尚的位分上 他们当要得到百姓适当的尊重 祭司们的圣节 也延伸到他们自己家庭的成员 所以如果一个女儿 丹尼在不道德的事情上面 就会把这个亵渎他父亲的名 也会亵渎他自己一般 如此重当的罪行 所当得的惩罚 就是要用火来把他们烧死了 祭司的规则十分严格 但是大祭司的规则 更加严格的 在所有的祭司当中 只有他头上到了高尤 承接圣职 穿上了金色的圣衣 他不可以蓬头散法 因为这会弄掉柯友 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 不可以撕裂衣服 像一般的人伤心时的那样子 也不可以挨尽死尸 甚至他父母的尸体也不行 基督对一位 想成为门头的人所说的话 似乎反映了这一种的观念 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 如果大祭司这样的做 他就会成为不洁净 以至于无法履行他的圣职 大祭司的妻子在结婚的那一时刻 必须是要真结的 因为任何没有那么纯洁的人 将会污损了大祭司自身的神圣了 并且有可能已经或者是会生出一个 非祭司血统的孩子 因此在福尚或者婚姻两方面 他的行为必须成为众人的楷模 因为他要在会众人面前 是神至高者的一个代表了 有缺陷或者有瑕疵的牲畜 不以作为祭物的 身体有缺陷的祭司也同样 不可以在祭坛侍奉 古代近东每一个宗教都要求祭坛的圣洁 特区之内保持仪式上的洁净 祭物还有祭坛主持宗教事务的人员 都包括在里头 因此祭司必须要完全的健康 可以自由的支配全身的功能 还有他的心智 如果只是因为神忠诚的仆人 在从事那些有关永恒生命的事物的时候 会经历到一些情绪上 有时候是生理上的压力的话 那么这些前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的 神必须在一切的事物上得到荣耀 而任何明显看来不完美的事物 无论是在献祭或者是祭司都会亵渎他的圣洁 祭司所遭遇的大多数不洁净 可能都是临时性的 被排除在圣所之外 也只是到晚上为止 但是患了大麻风或者漏症的人 却要排除在外 直到重新被定为洁净的时候 不论时间有多长 那么他们在隔离的期间 跟其他祭司一样可以得到供养 但是不能够吃被献之物 因为那要担当罪孽的 神规定所有在圣所里头的服务的人 都必须绝对的洁净 如果祭司摸了爬物或者不洁净的人 就必须要沐浴 到第二天才能够供职 致死的或者是被野兽撕裂的祭司不可以吃 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 因此当罪而死 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当罪而死 这个犯罪以后会遭到惩罚 以至于死亡 那么继续吃 必须要始终避免去吃 这些不洁净之物 以及被撕裂或者自己死的动物 他们要避免不可以吃的 凡故意违规的人 就要因此担当罪而死了 如果一位非以色列人的奴隶是属于祭司家庭中的一员的话 他也能够食用圣物 因为他是家里正规的成员 祭司的女儿如果嫁给外人 他就不再是现在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了 因此他就没有资格去取用祭司里面的这些东西来吃 如果他在以下略数的情况下 回到他父亲的家中 那么他可以因着家中正式成员的身份 再次的来食用食物的 祭司需要注意不让有残疾的牲畜当作祭物来献上 凡是让祭司不能公子的残疾 同样适用于祭生 但是祭生只属于发育不全 仍然可以接纳 不过只献于甘心剂来用 在二十二章的十七到三十节祭生的条例 除了甘心祭以外 其他的祭所现的祭生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 动物不到八天大 不可以当作贡物 不管他是献祭或者自己吃 母牛跟母羊不可以在同一天 跟所生的小牛或者小羊同样的把他们宰杀 这个是跟不可以从鸟窝当中 连母带蛋或者雏小鸟一道的取去 是一样的立法的精神 带有人道还有实际的理由 留下的母亲可以延续生命照顾幼儿 这个条例也可能有防止 异教杀生的风俗 进入到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作用了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在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圣洁的要求里头告诉我们的 这一切的律例都有 我是耶和华为结语 干犯他们就是亵渎耶和华的圣民 从这些律例的繁多复杂 可见神要管理以色列百姓还有祭司的全部生活 不管任何方面任何细则 都要在神的管理之下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